中国老是用这种莫须有的人 莫须有的事来妒媚 同时也制造恐怖 其实不像个大国的行为 中共官媒央视12日晚间 再次以电视认罪手法宣传台谍案 声称曾在捷克任教的台籍学者 郑宇清在去年被捕 还说郑宇清曾是民进党前主席 卓榮泰的助理 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 13日受访时表示 中共是极权国家 一直用莫须有的人 势来污蔑 制造恐怖 台湾早就已经不做渗透的事 台湾已经不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我们也不必做这样的事情 那中国反而是一个极权国家 所以老是做这种渗透破坏 所以自己这样做 还以为别人这样做 不知道台湾已经自由民主 开放很久了 其实中国不必这样疑神疑鬼 而卓榮泰也在12日晚上 在脸书发文澄清表示 从无此助理 过去也不认识此人 并要求中共尊重基本人权 切勿侵犯人身自由 弱置罪名 外交部也表示 中共公布的资料 许多具体事实都是错的 郑宇清旅居捷克的期间 经常公开推广 中国一带一路 推动中国和捷克的关系 而郑宇清也不是捷克查理大学的教授 终结关系不合 中共自己要负最大责任 中国最近的一些行为 包含他的一些战狼外交式的言语 他一些霸凌的一些动作 这个才是引起很多捷克 社会内部很多的不满的因素 外交部也表示 从来没有李云鹏这个人 担任驻捷克代表 外交部将会持续和入委会联系 并提供必要协助 新唐宁爱电视华南角黄迪峰 台湾台北报道